8年来最严重 尼泊尔深夜5.6级强震至少157死 布林肯在访中东斡旋 呼吁和平但立即停火无助 日本首登飞国演说 美日飞联手保护南海自由 外企逃离潮 国际盖洛普咨询公司退出中国 首先来关心 尼泊尔西部地区3号深夜发生强震 据报道 地震已经造成157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尼泊尔政府已部署安全部队前往灾区救灾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观测 这起地震的规模5.6级 深度为17.9公里 属浅层地震 摇晃尘度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印度新德里都有感 据了解 这次地震是自2015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 当地官员预估死伤还会上升 部分地区的通讯也被切断 哈以冲突爆发四周 周六 再次访问中东斡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约旦和埃及外交部长召开联合记者会 而各方明显持不同观点 阿拉伯多国要求立即停火 布林肯则强调 现在停火只会给哈马斯重振 并再次攻击以色列的机会 这次斡旋中 布林肯与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阿联酋 埃及以及约旦外长举行了会晤 会见了巴勒斯坦代表 周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约旦和埃及外交部长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了记者会 三方表达各自的观点 约旦与埃及外长一再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认为杀害数千平民不是自卫 但是布林肯表示 停火只会纵容哈马斯 允许他们重组后攻击以色列 前一天 布林肯会见了以色列总理 不过 内塔尼亚胡拒绝不释放人质的暂时停火 他强调 这样只能姑息哈马斯 允许他们重组后再次发动进攻 阿拉伯国家首脑敦促布林肯 说服以色列立即停火 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 同时也担忧战火会蔓延中东 陪同布林肯访问的美国中东人道特使萨特菲尔德 告诉记者说 作为提供人道援助的重要策略 美国正在说服以色列 确保以色列不会攻击特定地点或路线 他还表示 以色列会响应美国的倡议 正如10月份一样 开放通往加沙的人道援助通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秋月荣誉综合报道 周六 社媒上流出最新视频 显示10月7号哈马斯组织攻击以色列时 无差别杀害平民的景象 当时 哈马斯恐怖分子冲进一音乐会现场 杀戮了260多名年轻人 绑架了许多人质 在以色列南方第一应急队公布的视频上看到 多人横尸现场 血迹斑斑 无人生还 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五三号展开为期三天的东南亚访问行程 岸田文雄周六首度在菲律宾国会进行演说 岸田文雄指出 面对中共单方面威胁改变现状的南海 美日飞三国海上保安机关等联合训练逐渐频繁 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正与菲律宾美国合作保护南海的自由 岸田也提出日本首度动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提供菲律宾海洋监视雷达与相关通讯设备等安保合作进展 并且承诺日本将协助提高菲律宾的安全能力 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中共收紧管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有消息传出 美国资讯公司盖洛普将退出中国 来看详情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六报道 美国民意调查和资讯集团盖洛普成为最新一家撤离中国的外企 盖洛普从1993年开始布局中国业务 分别在北京 上海和深圳设立办事处 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盖洛普本周告诉客户将退出中国市场 部分的项目会转移到中国境外 另一些项目将被取消 今年 中国经济萎靡不振 中共当局更是以所谓的国安问题 对海外咨询公司进行打压 包括突袭美国知名顾问公司贝恩公司 对企业调查公司美斯明治集团进行调查 国际咨询龙头企业凯盛容金被公开执法整改等 中共收金管控迫使不少外企另寻出路 除了最新的盖洛普将撤离 其他的跨国公司也在减少在中国的业务 包括聚焦技术咨询的弗雷斯特研究 裁减了大部分在华分析师 专家网络公司GLG格里集团 今年夏天开始裁员 美国蓝筹股管理咨询公司 干脆是为员工提供了带薪休假 或者是推迟新员工入职 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 则是即将完成撤离的最后步骤 关闭在中国29兆元 共同基金市场的办事处 团队大部分成员将在明年初前离开 在中共越发严厉的管控下 这波外资撤离潮预计还会持续 中国经济的前景不容乐观 新台人记者雨婷 最后报道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死后 悼念活动蔓延全国 多位P2P网贷平台受害人说 李克强在位时力推P2P 但P2P爆雷后导致他们家破人亡 希望舆论也关注他们的苦难 截至11月4号 李克强已猝死9天 他的遗体在2号火化前 中国民间悼念活动遍及20多个城市 多位P2P网贷平台受害人呼吁 悼念李克强之际 也请关注他们这些金融难民 受害人李女士说 李克强力推的P2P爆雷后 造成无数投资人家破人亡 欺离子散 中共早年大力支持P2P网贷平台 党媒也吹捧这种新兴的金融服务 时任中共总理的李克强在2015年3月的 政府工作报告及各类会议中 多次表态支持P2P发展 2018年 P2P平台相继倒闭 业者跑路 导致上亿投资人血本无归 维权遭打压 2020年 P2P平台全部清零 中共曾称 截至当年6月 网贷平台还有出借人的8000多亿元没有回收 P2P爆雷后 投资人维权遭打压 李克强没有说过一句话 P2P受害人汪先生说 现在他们仍在维权 讨要自己的血汗钱 新唐人记者李韵 雄斌王佩涵采访报道 美国与非洲启动贸易谈判 讨论续约与改革 加拿大在谴责中共战机南海威胁 下面请看一组国际新闻简讯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六表示 美国正在寻求与非洲建立更有用 更有效的贸易计划 目前正在就已有20年历史的免税方案 进行谈判 讨论续约和改革事宜 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周五指出 中共战机上周末在南海国际水域上空 在一架加拿大直升机上空盘旋 发射照明弹 至加拿大机组人员于危险之中 这是加拿大两周内 第二次指责中共空军的不安全行为 巴基斯坦警察周五搜查了 900多个滞留的阿富汗人的住宅 此前巴基斯坦当局通告 11月2日是驱逐无证外国移民的截止 巴国拒绝了联合国以及人权组织的暂缓要求 坚持驱逐400万阿富汗难民中的100万人 认为他们参与了穆斯林武装的袭击与犯罪活动 几十年来 阿富汗的内乱造成大批难民 而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控政权 造成阿富汗人最新的逃亡潮 周六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报告今年首次出现季度亏损 原因是苹果等股票价格下跌 不过保险业务因为车祸减少与弱势飓风 而带动盈利的增多 推动哈萨维公司运营利润创下新高 此外由于美联储利息升高 公司持有的美国国债盈利超过5%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宜 秋月田园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在周六访问中国 这是近年来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华 阿尔巴尼斯在访问中国前 在达尔文港发表讲话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致力于消除两国间的贸易壁垒 中方之前已经取消了对澳大利亚煤炭木材和大麦的进口限制 坎培拉方面在国家安全审查后 选择不撤销一家中国公司在达尔文北部港口的租约 并将取消对进口中国锋利涡轮机的反倾销措施 阿尔巴尼斯强调他将与中方讨论南海和人权问题 并将提出自2019年以来 一直被中共监禁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的案件 我将会说明尤雅的案子必须解决 我将会谈谈他的人的材责 杨恒均的性质 和透明的方法 多年来 澳中两国关系因电信公司华为 间谍活动和新冠疫情溯源等问题而恶化 这次访华前阿尔巴尼斯先对白宫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10月25号 他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美英澳联盟核潜艇协议将推动创新与合作 提升美国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能力 协助确保印度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新潭记者刘海英 田园综合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六11月4日抵达基辅 他表示 乌克兰在加入欧盟方面取得了出色进展 几天后将发布有关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重要报告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冯德莱恩赞扬乌克兰说 尽管与俄罗斯发生了战争 仍然在改革方面取得了里程碑的进展 欧盟预计于下周三提交有关乌克兰入盟进展的报告 评估报告将显示乌克兰在经济 法律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欧盟27个成员国将于12月举行峰会 决定是否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这一决定需要全体成员国的同意 去年2月遭俄罗斯全面入侵4天之后 乌克兰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 并要求欧盟在特别程序下立即接纳乌克兰 而通常而言 欧盟成员国资格谈判需要数年时间 涉及法律政治和经济改革等方方面面 目前 乌克兰在南部和东部与入侵俄军的战争焦灼 使得乌克兰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几天前 乌克兰总司令扎卢日尼将军表示 冲突正进入僵局和消耗性战斗的新阶段 这让俄罗斯得以有时间重建军事实力 不过 周六泽连斯基在与冯德莱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否认与俄罗斯的战争已陷入僵局 泽连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军队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战斗 并需要西方盟国更多的支持 尤其是防空力量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 张瑞奇综合报道 FTX创办人欺诈罪臣 美国出手打击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创办人兼执行长 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日前被判犯有欺诈罪 面临最高115年刑期 而美国当局也接连出手 打击加密货币行业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创办人兼执行长 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在去年12月被逮捕后 周四 陪审团正式判定其欺诈 洗钱等七项罪名成立 面临最高115年的监禁 美国财政部在10月19号的公告中 将加密货币混币平台列为重要洗钱问题 指其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一些加密货币行业巨头 也成为当局的瞄准目标 其中备受关注的莫过于 今年3月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起诉了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及其创办人加拿大籍华裔赵长鹏 指控该公司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下 向美国客户提供加密货币衍生品 今年6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跟进对币安和赵长鹏 提出13项指控 包括营运未经注册的交易所等 另外 今年3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对中国加密货币企业家孙玉成 及其创立的波扬基金会 提出欺诈指控 指控其人为 夸大其公司加密货币的交易量 并隐瞒为推广这些货币 而向名人支付的费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 综合报道 蓝白河 柯文哲仍主张全民调 朱立文发问 为何变了 请看一组中国新闻简讯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戴开乐 3日批评即将于上海举行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基本上是障眼法 而且更像政治秀场 他还呼吁采取更切实的措施 来恢复欧洲商界的商业信心 中国吉林省白山市江原区 集困矿业所开采的煤矿 于今年4月2日发生气泡意外 造成4人死亡 4人受伤 疫者在此次矿难发生后 即4次转移死者遗体病火化 试图隐瞒事故 在经历了几十年来 第二热的10月份之后 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的气温 近日将出现两天 凑降20度的情况 内蒙古已发布寒潮预警 而已干燥文明的新疆 可能出现暴风雪 黑龙江省东部 吉林中西部将出现大暴雪 局部特大暴雪 此次降雪过程影响范围广 降雪量大 黑龙江省东部部分地区 降雪量可能接近或突破 历史同期期值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来关心台湾2024大选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向民众党主席 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提出以日本德国模式 决定蓝白和总统参选人 4号蓝营15位地方执政首长 发表共同联署支持党中央 提出的方案 不过柯文哲仍主张全民调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向民众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提出以日本德国模式 决定蓝白和总统参选人 4日蓝营15位地方执政首长 发表共同联署支持党中央 提出的方案 不过柯文哲仍主张全民调 并表示民调结果 在误差范围内的话 愿意担任副首 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69个 民众党11个 然后合起来投票 听一听又觉得 你一听又知道这个提案 实在太奇怪了 当我跟柯市长提到的 日本模式跟德国模式 他听完他是很支持日本模式 柯主席那一天答应的事情 或者是他支持的事情 为什么变了 国民党和民众党协商多时 但尚未达成共识 外界关注蓝白和究竟会不会和 朱立伦没有把话说死 不过柯办总干事黄珊珊三日透露 柯文哲下周就要和副首合照 不过四日又改口说 会遵守柯文哲提出的承诺 新唐利亚太定市黄亮剪 李晶晶 台湾新北市报导 日本明智神宫举行古武道大会 各流派登场 10月3号日本东京明智神宫 举行日本古武道演武大会 保护传承和弘扬日本历史悠久的传统武道 成为本次大会的主题 此次大会有剑术 刀术 柔术 杠术 拳法 空手术 等59个流派的舞蹈家登台 将日本传统舞道 展现在国内外游客面前 区别于现代舞蹈 古舞蹈是日本传统武术的总称 起源于生死搏斗 并因为可以修身强体 磨练毅力 低声道德 而被保存至今 本次大会 是由以继承保存古武道为己任的 日本古武道振兴会主办 建道的训练在乎不让对手看到自己的破绽 强调先发制人 预先判定对方动作后迅速进攻 在无法做到的时候 就需要正视内心 通过打坐 呼吸法等手段调整自己 使自己更接近先人们创出的舞蹈 这是我们当代习武者所努力的方向 本次古舞蹈大会举办期间 也是日本法定假日文化日 很多游览明知神工的国内外游客 都被传统舞蹈的魅力吸引 驻足观看 我只在YouTube上看到过这样的舞蹈表演 今天能看到现场表演 我觉得十分精彩 我很开心看到这样的表演 我很高兴能看到这么多日本人 还在承传这些传统舞蹈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十分精彩 我感到非常惊喜 还有这么多人在练习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持续学习文化和历史 那也是我们的来源 日本鼓舞蹈大会 将以礼开始 以礼结束的传统武术之美彰显 承传不绝 新唐人电视台日本记者站东京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